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同事下午好 感谢环球网组织这样一个机会 来在疫情的期间共同探讨一下 温江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下面我就把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 向大家在十分钟的时间里面 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营党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方面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 有非常系统的评价 根据2020年世界银行 在营商环境的报告中 提出了12个评价营商环境的指标 大家都可以从环动片上看到 那么这些指标 作为营商环境评价的 一个关键性的指标 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营商环境 做了一些排序 在这些排序当中 我们国家在这几年的发展 在营商环境整个的改善当中 起到了长足的涨进 特别是去年和今年 中国在营商环境的改进中 两次积深于营商环境改善 最好的全球十个国家当中 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在整体排名上 中国排名在第31位 但是这几年在八大 十二个领域中的八大领域 咱们国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进步 下一张 那么在中国整个在八大领域的改革亮点 在这张片子里面也比较详细的做了介绍 刚才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其中有八大领域 温江作为成都城市建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直这些年特别致力于整个营造一个非常良好的营商环境 那么我们理解温江在健康产业有非常专业化的布局 温江地区这些年在大健康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以及长远的规划方面 做了非常完善的布局 在这样一个大的布局下 本来是应该非常有计划的往前发展 谁也没有想到新冠肺炎的流行 给中国 给全世界 各个地区 给不同的产业带来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这个疫情之后 这营商环境可能发现如下几个比较大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存在着去全球化的这种潜在风险 那去全球化的程度 在哪些方面会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 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 但是整体上看呢 去全球化的风险还是非常大 那第二呢 就是更具体一些 在中关上呢 刚才说的是宏观的层面 在中关上呢 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 以国际贸易为核心的很多业务 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滑 那在未来呢 中长线呢 也可能在这些领域呢 会出现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在微观层面呢 在企业和机构间的合作呢 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这个不断的这个持续的观察 我们发现在受益性影响 比较大的这些产业和业态呢 主线呢 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 那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企业 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大 那第二呢 就是在这个供应链啊 严重依赖 国际的供应链的这些业态呢 也会出现比较大的影响 或者是不确定性 那第三个呢 就是在国际交流合作 和这个学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方面 也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这样的极具挑战的 这样一个大的这个环境面前 那么后疫情时代 有关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我们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同时呢 可能给我带来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机会呢 目前呢 这个整体的挑战与机会呢 其实还是在变化当中 但是整体上看呢 我认为有四 以下四个方面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结合着这个温江 现在这个整体的 这个健康产业的规划呢 我列了一下 有关健康的产业领域的 一些重要的业务板块 医学医药医疗 智慧健康 和这个健康相关领域的 产业机会 大概我分了这么几大板块 那么在医学层面呢 医学教育 医学研究 医学培训 和医学交流呢 这四个领域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把医学 摆在最首位呢 其实温江的整个整体发展 医疗健康的发展战略 也是把医学放在首位 就是因为从长远看 从全世界范围内 一个良性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 健康产业的业态 都是以医学研究 作为非常重要的推手的 就整个大健康领域 其实创新能力 是整体可持续发展的 最重要的推手 这是最后呢 再花一两分钟时间 对温江健康产业发展 提出一些我们的看法和建议 这个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温江整个对 家庭性大健康领域的布局呢 我们认为整体上 是非常完善的 刚才我说的那些不同 那些产业板块的一些布局呢 都能够在温江的整体的 大健康的产业发展中 找到他们的影子 或者非常具体的规划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个温江呢 接住整个这个 成都作为西部 最重要的一个重镇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也具备呢 这个发展大健康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物质基础 那未来呢 发展的好呢 我想呢 就是提出这么几下几个建议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遵循健康产业的一个 发展的科学规律和逻辑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些方面呢 其实也有成功的经验 在其他的地方 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 那么整体上呢 健康产业的发展 一定是要遵循着 它发展的科学逻辑 才能实现长长久的 可持续发展 这样一个健康发展的 这个脉络 第二个呢 是应该加强呢 具有产业特征的 这个营商环境的不断改进 刚才呢 其实已经早 这个这个 刚才这个开始呢 大家其实 我们开始说的时候 其实说的是营商环境 那这是一个总体的 商业的营商环境 大健康的产业 有它自己 这种特征性的 一些营商环境 比如说 它会对这个产业聚集的 一些特征 人才需求的特征 知识产业的管理特征 等等方面吧 包括这个 这个 这个 广泛的交流 也对这个大健康 这个产业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这些特征呢 都是健康产业 特有的 一些这个特征 把它融合到 整体的这种 营商环境的改善 应该对大健康产业的 这个 这个健康发展 应该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呢 就是 应该考虑适应 未来经济中 未来的经济出现 中低速发展 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布局 中长线的这个产业 产业 就是着重中长线的 产业布局 因为那中低速的 经济发展 就是 需要考虑更 对于这个 战略规划的要求 会更高 对中产 对于产业发展的 远期效果 这个预见 也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下一个呢 就是要处理好 产业发展 质与量的关系 那么过往 我们由于高速发展 可能更关注的是量 那随着中低速发展 这种阶段的出现 我们对质的发展的要求 越来越高 那这些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 政策的制定者 和规划的这个 这个战略的执行者 应该更多去思考 如何在质与量 质 产业的质与量之间 寻找一个 良好的平衡点 那最后呢 也最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我们 还是要加强 对创新能力的 重点培养的投入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 当我们国家 进入中低速的发展 对质的要求 更加高以后 这个要求更加高了以后 那么 这个 创新能力 不仅仅 不管是在国家层面 还是在医疗 健康这个特定的产业 这个细分的领域里面 创新能力 都是非常重要的 持续加强 对创新能力的培养 是这个打建 打造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 健康的 健康 健康产业的肌群 不可或缺的 这样一个缓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